Hello 大家好 我是凡姐 今天主要就安安静静的来跟大家聊几个 聊三到四个话题吧 那么就是因为最近就是私信的人比较多 然后我也不是什么大咖 但是针对你们的那问题呢 我特别想说说我的想法和我的感慨 然后给的大家尤其是就是小白 我最近呢不断不断的在学习 我学习的过程就是你们学习的过程 因为我会把我所学的东西通过微头条 或者通过视频的形式 然后就是传达给大家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小白创业 在选品的时候要做什么 他们在开启他的创业制裁是相对迷茫的 那么我觉得最核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 信息真的是信息 那为什么说是信息呢 就是所有我要求所有人就是在选上方之前 会就是你的决策 大家也讲了就是选择大于努力 那么需要你做前期的努力 前期的工作 前期的大分的调研 就是你前期的工作是对你后期 这个一个选品是相对重要的 所以需要大家走出来考察 有些人就是眼高手低 就各种就是往先问到 哦我们某个某个项目在广州 某个某个项目在汉州 某个某个项目在深圳 某个某个项目在上海 然后只要说到哇路途非常遥远 不愿意走 但这个是机会成本 就是你出去走了之后 你会发现不同的机会 那你是会付出一定的机会成本 那这个机会成本 你要把它降到最低 就是可能有机会获得这个机会 但是你要把它的那个成本 加到最低 你出去走 你不能就是就是拼命造车 不能就是听朋友说 然后我也看到了一篇文章 就关于就是说在下车市场 五年前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 为什么会就是 我会在这个产业工作 我在那个地方打工 我在这个工厂 我在这个公司 那他们的认知全部来自于 我有朋友在这里 我有亲戚在这里 然后那么他们就会存在 一定的信息差 也就是说城市与城市之间 会存在一定的信息差 你们明白吗 人与人之间也会存在一定信息差 就我所资的信息 可能传达给你 我们这边没有 我们这边没有这个项目 如果我们把这个项目 帮到我们城市来做的话 你可以做好 就是可以阐释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 为什么会说信息 信息就是源于 你看了这个项目 你心里有底 我对这件事情是非常有信息 你有信心做好这件事情 千方百计的 会去把这个事情做好 因为我对这个项目 就大心理力去看好它 我不会受挫折的影响 那就会大于一切 就算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为什么你 我能做成你做不成 这个是源于我有信息 我有信息 我的信息源于 我不被困难所打扰 我不被一切困难困苦所干扰 我能够就是跨越它 这就是信息 信息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要考察 为什么要去选 不断不断去 好 第二个点 就我上个视频就讲了 选品为什么重要 还要根据它单身的一个实时来 选品表重要 昨天我就有粉丝问我 就是范姐 我在哪里看到一个 酸酸鱼的项目还不错 我不能去评定 酸酸鱼这个品类不好 或者这个项目不那个 但是我告诉你们的是 一定去选新的品类 说白了 它每一年都会有一个 比较暴一点的品类 每一年都会有比较风口的品类 但是也有一定 所以经久会摔的 但是它不会很暴 也不会说是非常 就是一下就是过时或者怎么样 前几年我做麻辣烫 是麻辣烫是真的活 真的是 那时候上次 怎么那么喜欢吃麻辣烫 我在想 但是现在麻辣烫 麻辣烫你自己再去 会看所有的数据 美团当时在这个 就是这个端口入口的时候 专门有麻辣烫 还有就是麻辣烫这个品类 直接你打开这个 直接你要吃麻辣 直接点麻辣烫 就可以找到你所有周边的麻辣烫 它有个专门品类 不需要去搜索 它现在改成那个 饮品 饮品 甜品饮品 这几个字 你们去找找就发现 那我告诉你 我不是说抨击麻辣烫 是因为我自己原来做麻辣烫的 但是 我告诉你们 选品真的很重要 就是单下的一个实施 然后我们这个几个做品牌 翻的为什么也会在不断的寻找 就是单下比较流行的是什么 比较就是 消费者比较接纳的是什么 肯定 比较经久不衰的一些品类 那就是属于中产品的 中产品的是什么 就是 消费者 所有人都在吃家产菜 所有人都在 就是 只吃了逛这个家产菜 但是无论你是什么 在哪个场景 大家都会首选的 但不屏蔽 就是那种 少重消费群体 那我给你们讲 酸菜烤鱼类的 应该是在18年 18年 17年底到18年初 那烤鱼酸菜鱼类是非常火的 就是这个品类 好像也有专门的一个流量扶持 那单下你去看这个品类的 就是原来我们的一个收敌品牌 做粥 粥铺现在也有三四百家店 也之前是差不多这几一千家店 然后 后来也做了酸菜鱼 然后也做了鲍鱼饭 那他们是随着风口的一个转向 他们去做了一些品类 就是这个品牌的一个发展 是这样子的 那现在又做了另外一个品类 我可能明天就会去 他们那边去学习学习 那他们在掌握这个 实时的一个风口 你选品的时候 尽量去 尽量尽量去跟着 时代的一个实时去 就不要在这个时候进入 不是说它不好 因为你是新手 你是创业小白 你这个时候进入的话 其实风险是相对大的 然后 第三个点 就是 少资本运总 这个是我一直强调的 少资本运总 就是你的看风险能力 一定是少资本 是在你学习范围之内的 那么这个我是讲了很多很多次 那我就一 就是稍稍略过 那第二个点 就是可能会成的争议 会成争议 我们当下做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实际上 就是找到互联网餐饮 那么互联网餐饮 现在做到现在 你说什么最重要 什么最重要 做餐饮一个基础的 口味服务 这是基本的 口味服务 这是基本的 然后当下做餐饮 做餐饮 就是尤其是互联网餐饮 实际上中国人口还是太多了 这个认知差还是有点大的 然后我前两年 是跟一些这种电商大佬们 因为我觉得 就是单下的这个互联网餐饮 跟08年的那种 就是淘宝是有点相似的 因为现在可能正是 互联网餐饮 就是在发展阶段 然后它达到一个顶峰期 它肯定会有一个下滑的 一个下坡的 那我们单下就是 对我们做到现在 以我们的经验来看的话 什么最重要 给你们讲 真的什么最重要 流量最重要 就是我们在做餐饮 实际上就是在做流量 就是在吸流量 也是一样的 一个餐饮的品质 服务 它是基础 少了这两样一样都不行 少了这个缺一不可 它口味呀 复合率呀 那这些服务呀 那这个是基础的 那其次就是去吸流 吸流量 就是我们做餐饮 其实就是做流量 那做流量就是要运营什么 运营重不重要 可以说现在是排的第一 可以说是在这个 所有东西排第一 现在已经过了那种 酒香不怕巷子生的一个年代了 因为现在已经是属于 你做的口味才好吃 然后它没有流量 你是依然卖不出去 那怎么去吸流量 这个才是你们单身要学习的 然后这个学习是一个系统的课程 我不是经常会有粉丝们 就是哎 饭店我想跟你学外卖运营 外卖运营它是一个经验的 它是一个经验累积的 不能说是我 我找你学个三五天 我找你学个一个月就学会了的 不是这样子的 它是一个经验之谈 它随着规则的改变去变动的 那我们也是在不断不断不断测试 我们做死了多少几天 我们从原来的 我开始做快餐 做快餐 做几家快餐 做奶茶 再做麻辣烫 再做到现在的这个包仔饭 包仔饭我们又开始 我也做过酸菜鱼 然后完了之后 现在又开始做就是卤味 卤味是我可能接下来要做的 在广州开直营店的 因为实际上在我旗下 我基本上以开直营店为主的 知道吗 大家 我之后 那些所谓的说是 老实说我们 说我们那些品牌翻割韭菜的 那我 我跟你们讲 人 我经常会让大家记住一句话 就是人成功 一定是他身上一定具备 一个非常非常优质的 一个特征 伴随他永远 然后人师伴 他身上总会有个裂根性的东西 伴随他左右 永远根除不了 那你要成功 你要根除你身上 一根裂根性的东西 那么我再给你们讲 你们之所以会成为韭菜 就是源于你身上具备那些割韭 就是具备韭菜应该存在的 那个特质 不是属于 不是属于人家天生 就要来割你韭菜 而是你被割了之后 你还不知道自己 自己被割了 所以就是 提高吧 提高吧 学习吧 承担吧 就这样子 然后 然后大概话题说到这里的 那么我就 就是归纳起来 总结为三点 第一 扫白创业 尤其是我们去 就是互联网 就是要去 要来做餐饮 这个餐饮外卖的 那么第一点 肯定是 非常重要 不要让自己有信心 去做这些事情 第二 选品很重要 然后第三 亲资 亲资产投资 就是 亲资产就是最少的投资 拉到最高的一个回报率 做外卖 就有个好的特征 就是你前期的一个投入 包括前期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投入 到后期 它会让你赚个持续赚钱 能够赚两到三年 三度稳定 我这里就有几个四到五个 活生生的例子 就是我自己的直营店 是在一半年年底开的 现在已经赚了两年的钱 去年一年是赚了五十个万 今年会相对少一些 因为疫情的原因 也没有那么多 但是我觉得 到这个月 这个月月底结束之后 我会出一份报表给大家 然后再就是 我们有一家店 就是万丹店 我的合伙人 就是那家店 已经差不多是赚了四年 四个一百万了 就是四个一百万了 就是一年下来 一百万 一百万 就今年是第四年了 所以说就是 它前期的一个投入 投入 包括你金钱时间 经历的一个投入 它会让你持续产生收益 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投资 所以大家就是 前期努力吧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下期见 拜拜